3i Atlas到底是什么? NASA复工发布会为何越解释越可疑? 就在美国政府停摆40多天后,11月20日,NASA终于复工。 面对公众质疑,不得不召开了关于3i Atlas的发布会, 长达一个小时,甩出一堆观测数据和影像, 本以为能给这颗争议会星盖棺定论。 结果呢?质疑声反而更大了。 那么,它到底是一颗普通的星际彗星, 还是藏着外星文明密码的技术造物? 这一次,就你和我一起来认真分析分析。 首先得说说,NASA这次发布会到底放了些什么干货? 要知道,从9月到10月,NASA几乎调动了太阳系内的观测天团, 盯着3i Atlas。 最先出手的是Psyche探测器。 9月8号和9号那两天,它在8小时内连拍了4次, 当时距离这颗天体大概5300万公里, 差不多是地球到火星最远距离的1.4倍。 Psyche的多光谱成像仪不仅帮科学家校准了它的飞行轨迹, 还拍到了环绕核心的淡淡气云,也就是我们说的绘发。 紧接着,Stereo A太阳观测卫星也传来了消息。 这颗卫星,从9月11号到25号,用可见光成像仪拍了一系列照片, 最后跌成了一张彩色影像,画面中心那个明亮的模糊球, 就是3i Atlas。 当时,它正以每小时20.9万公里的速度冲过太阳系, 这速度比我们的空间站快了200多倍。 而正在赶往木星小行星群的陆西号探测器, 也在9月16号凑了个热闹。 它在2.4亿英里外,用黑白成像仪拍到了彗星的彗发和向右飘的尾巴。 那画面大概是满月宽度的三分之一, 在星空背景里特别显眼。 到了9月底到10月初,Punch任务的综合影像更有意思。 当时3i Atlas距离地球约2.3亿英里, 影像里它是个亮斑。 尾巴短短地朝右伸着。 背景里的星星因为天体运动拖出了长长的划痕。 而绕火星飞行的Maven探测器更是玩起了紫外线透视。 9月28号,它拍到了彗星周围的氢原子分布。 左边暗点是彗星的氢, 右边亮团是火星的氢。 中间还有太阳系里漂流的星际氢, 三者分得清清楚楚。 10月9号,Maven又拍了一次。 这次清晰显示了环绕彗星的气体尘埃晕。 科学家说, 这些氢是阳光把水冰晒成蒸汽后分解出来的。 但问题是, 后来发现这水含量低得离谱, 火星那边的观测也没闲着。 10月2号,火星侦察轨道器的HERIS高分辨率相机在3000万公里外拍了照片。 不过,NASA说,因为太空船有点抖动, 影像湖成了光球, 每像素大概代表30公里。 两天后, 伊利号火星车在杰泽罗陨石坑边上, 用Mastcom Z相机也抓了个模糊影子, 当时距离差不多2,990万公里。 直到10月中下旬, 欧空局和NASA合作的SOHO任务还在追踪它拍到了持续的微弱量班。 听起来这些数据挺全面的吧? 但在哈佛大学天文学家阿维·勒布眼里, 这根本就是避重就轻。 他直接在伯克里甩出了三I Atlas的十二大诡异之处, 每一条都在挑战自然会星的定论。 我们一条条来看一下, 保证你越听越懵。 第一条, 它的飞行轨迹太精准了。 作为一颗逆行的星际天体, 它的轨道居然和太阳细行星的黄道面夹角不到5度, 这种巧合发生的概率只有0.2%, 相当于你在操场随机扔一根针, 刚好扎进一条头发丝粗细的线里。 第二条更怪, 今年7月、8月还有11月初, 它居然冒出了朝向太阳的喷流, 也就是反汇尾, 这可不是视角问题。 正常彗星的尾巴都是背着太阳跑的。 第三条,质量和速度完全不合常理。 它的核质量是第一颗星际天体, 奥默默的100万倍, 是鲍里索夫彗星的1000倍, 速度还比两者都快, 这三样凑在一起的概率不到0.1%。 更邪门的是第四条, 它好像算准了时间, 来太阳系打卡, 距离火星、金星、木星都刚好几千万公里, 偏偏在离太阳最近的近日点时, 地球根本看不见它。 这种精准走位的概率只有0.005%, 比重彩票投奖还难。 化学成分更是颠覆认知, 第五条说, 它气体里的镊含量远高于铁, 比例和工业镊合金差不多, 镊合氢化物的比例 也比所有已知彗星高得多, 概率低于1%。 第六条更关键, 水含量只有4%, 要知道普通彗星里水可是主要成分, 占比动辄几十上百。 第七条, 它还有极端负偏振的特性, 这在所有已知彗星里都是头一回见, 概率同样低于1%。 第八条, 直接戳中了UFO爱好者的神经, 它来的方向和1977年著名的 挖信号来源地夹角不到9度, 重合概率0.6%。 那个信号, 至今没人能解释, 是不是外星人发的。 第九条, 它在靠近太阳时亮得特别快, 比所有已知彗星都猛, 颜色还比太阳更蓝, 完全不符合彗星的亮度变化规律。 后面三条, 更涉及物理法则了。 第十条, 它同时有朝向太阳和背离太阳的喷流, 科学家算过, 要产生这么多喷流物质, 需要的表面积大到根本不现实。 第十一条, 它有非重力加速度, 也就是不靠引力, 自己加速, 但这需要至少13%的质量蒸发掉才行。 可观测显示, 它根本没解体, 完好无损。 第十二条, 明明观测到它在自转, 可那些喷流, 能在百万公里范围内保持精准方向, 多方向都不跑偏, 自然形成的天体, 根本做不到。 更要命的是, 最新数据显示, 它经过近日点后居然还在加速, 现在时速已经突破24.5万公里, 正常彗星经过太阳都会减速。 这又给诡异清单加了一条。 说到这儿, 大家肯定想问, NASA明明公开了这么多观测数据, 为什么不仅没平息质疑, 反而让更多人怀疑? 这就得从两方面说起。 首先是公众对官方的不信任, 这真不能怪大家敏感。 NASA自己的操作太可疑了, 政府停摆40多天, 刚好是3i Atlas最接近火星和太阳的关键观测期, 数据活生生压了一个多月才处理。 发布会上, 他们只敢说这是自然彗星, 会喷气体, 受重力影响, 然而对勒布提出的12大谜题之字都不提。 He-Rise像金那么高清的设备拍出来的影像 居然因为太空船抖动, 湖成光球, 反而不如业余天文爱好者拍得喷流清晰。 这难免让人联想, 是不是在刻意模糊关键细节? 阿维勒布说得很尖锐, 他们不是在找真相, 而是在强行把数据塞进自然彗星的框架里, 这根本不是科学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第二点, 人类对宇宙的孤独感太强烈了。 自从1960年, 奥兹马计划开始寻找地外文明, 60多年过去了, 除了那个莫名其妙的挖信号之外, 连个别的靠谱的外星信号都没收到过。 我们总在想, 宇宙里有上千亿个星系, 每个星系有上千亿颗恒星, 难道真的只有地球有智慧生命? 3I Atlas的出现刚好戳中了这种集体期待。 它那些不合常理的特征, 比如精准轨道, 工业级镍合金, 可控喷流, 简直像为外星探测器量身定做的。 勒布用特洛伊木马做比喻特别贴切, 如果只看表面, 谁能想到木马里藏着士兵? 科学本来就该接受各种可能性, 而不是被传统思维捆死。 现在, 距离3I Atlas最接近地球的12月19号越来越近了, 哈勃和韦伯望远镜已经对准了它要测喷流的成分和速度。 勒布说, 如果喷流是冰升华来的, 它就降低怀疑。 要是向技术推进器的产物, 它就把外星造物的可能性调到最高。 要是发现有小探测器跟着它, 那直接就能实锤了。 其实, 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 3I Atlas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浩瀚宇宙面前, 人类的认知太有限了。 NASA与其急着下结论, 不如谈成面对那些无法解释的异常。 毕竟, 科学的本质不是维护既有答案, 而是永远对未知保持好奇。 12月19日即将到来, 这颗星际访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共同期待答案的揭晓。